好啦,安靜啦 翻到課本125頁 請看下面那個隨堂練習 把嘴巴閉起來囉 我現在帶你再做這個屏幕 這是一個平行四邊形的ABC珠 平行四邊形喔 然後他這邊是連起來的對不對 然後上面這裡有一個B點 不要聊天喔 我們看一下他講什麼東西 他說A向量 A向量是什麼東西 是三分之二的ABC向量 是三分之二的ABC向量 對吧,就這樣子 給你這個條件 然後他下面就開始問他的問題喔 好,來第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齁 他說請你把AE向量 好,這一個向量 把它表示成AV跟A珠的什麼東西 線性組合對不對 S倍的AV向量 來再加上 來再加上 Y倍的A珠向量 OK 然後他問你 S跟Y是多少 對不對 好,來 放到這邊喔 這個就是 欸,導演我問你喔 這種合成的方式 很特別 這個叫做什麼東西 線性組合 你要記住 這叫Linear Combination 把AV向量做伸縮 把A珠向量做伸縮 這種伸縮可能是同方向 有可能是反方向的對不對 看你這個S跟Y是誰 然後最後把這兩個向量加起來 要去合成出AE這個向量 我覺得啦 你作為一個初學者齁 你知道有什麼解題的好建議嗎 把向量畫出來 這樣你會比較有感覺 AE向量在哪裡 拿出你第一種顏色的筆 來,請把這個向量畫出來 讓它變成看得見的嘛 對不對 有向線段 對 然後再來第二個顏色的筆 來 AB向量在這裡 AB向量在這裡 把它畫出來 來 最後一個是A珠向量 把它畫出來 他這個問題就是在問說 這個 這是什麼色啊 這是橘色的對不對 這個橘色的向量 要用藍色跟紅色的去把它合成出來 阿問你怎麼合成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橘色的要用藍色跟紅色去合成 能不能合成出來 一定可以 因為這兩個向量是什麼關係 不平行 只要不平行 他們就可以去合成出 這個黑板平面上的所有的向量 愛說老師 可是 這個AE向量我怎麼知道 這是怎樣 你看課本給你一個很棒的提示 他說AE向量是三分之二的什麼向量 AC向量 所以來你這裡 你就看這邊 AE向量 你就把它寫成三分之二的什麼 AC向量 跟著寫吧 對吧 是不是這樣 這題目講的 這個AE向量 是AEC向量去做伸縮 把它縮短 變成原來的三分之二 對不對 那請問你 這個AC向量怎麼樣 剛好是這個平行四邊形的什麼線 對角線嘛 對角線向量 平行四邊形法則告訴我們 這個對角線向量是誰跟誰合成的結果 是AV跟A珠啊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AC向量換掉 把AC向量換成誰 換成AV向量加什麼 A珠向量啊 對不對 AV向量 再加上A珠向量 再加上A珠向量 這樣顯得一點問題都沒有 然後再把三分之二乘進去 它就會變成 來三分之二 AV向量 再加上三分之二 什麼向量 A珠向量 欸 那你看 我們的X跟Y是不是就算出來了 OK 來 請問你 X是多少 欸 考試要寫清楚喔 X是三分之二 而且這個Y也是多少 三分之二 對吧 欸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然後第二題 然後第二題比較重要 第二題有時候考試它會直接來第二題 第二題它是說什麼向量呢 EB向量 它現在要把EB向量寫成 R倍的AB向量 再加上S倍的A珠向量 對吧 一樣是做性性組合 請問R跟S是多少 來問一個問題 EB向量在哪裡 欸 EB向量在哪裡 在這裡喔 來你把這個向量畫出來 欸 我希望你畫這個向量 好 我們現在要把 這個綠色的向量 寫成藍色跟紅色的組合 怎麼寫喔 怎麼寫 欸 我把它關起來 好 你把它關起來 我 不覺得有點冷 你快熱死 欸 你快熱死 真的假 來 欸 這時候就要用到向量的什麼東西 分解跟合成嗎 來 求你EB向量你會怎麼拆 怎麼拆很重要 來EB向量怎麼拆 呃 如果是我啦 你猜我會怎麼怎麼做 我會把它寫成EA再加什麼 AB 我會這樣做 來 把它拆成EA向量 再加上AB向量 這是我個人的做法 你參考一下 你不一定要學我一樣拆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 那你知道為什麼我要這樣拆嗎 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利用第一小題的結果 來 你看這個EA向量是誰 對 交得很慢喔 我們是數B喔 再強調一次喔 我這邊一定會慢慢講 講清楚喔 EA向量跟前面哪裡的結果有關 前面第一小題 我們不是算出什麼向量 AE向量嗎 請問你 EA向量跟AE向量是什麼關係 這叫什麼向量 板向量 所以EA向量它會等於負的什麼向量 對 它會等於負的AE向量 我再多寫一行 然後再加上什麼向量 AB向量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OK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參加利用我們第一小題的結果 它是負的 來 AE向量它是三分之二AB 所以把它帶進去 三分之二AB向量 對 再加上三分之二的 A珠向量 OK 這樣可以喔 把AE向量換掉換成它 然後後面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 一個AV向量 好 我們最後來進行合併喔 這個負號成進去 這裡是負的三分之二AB向量 加AV向量 來你告訴我是幾倍的AV向量 這負三分之二加一耶 所以是三分之一 的AV向量 對吧 然後再怎麼樣 那 點掉 三分之二 的什麼向量 A珠向量 請記得這個不是答案喔 有一些學生很可愛喔 他會在那個填充題上 把這個答案寫上去 我可以告訴你 期末卡你這樣寫一分都沒有 這個題目要求什麼 對 這題目要求R跟S喔 所以你要注意 你答案上面是要寫什麼 R是誰 三分之一 那S是多少 S是負的三分之二 懂嗎 是這樣子喔 你不要寫這個線性組合的結果 你一定要看清楚題目在問什麼 就這麼簡單 這種題目我覺得數B一定會考 你一定要注意 這數B也會考啊 這種題目太經典了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嗎 來 翻到後面來 後面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126頁 我們現在請大家一起來研究哪一個問題呢 來大家一起來研究這個 立體CB